開箱囉 cococo打開 不過缺了三個 因為我剛剛啊 就是想要那個 用IG的Story拍 結果呢 好像不能拍那麼久 然後也不能拍那麼長 所以就放棄了 對 好啦我們先來看第一個 它是洗臉膠 對 大家應該都知道吧 好 我現在 感覺它味道好像跟那個不一樣 我來擠在那個 擠在這個膠上面看看 我沒有用過這個耶 但是 那個什麼啊 它那個 很有名的那個是不是 大家應該都用過 是這樣子的 我看看味道是不是 跟那個一樣 是一樣的東西 只是 嗯 就是 感覺 質地沒有那麼厚重 對於 不太會洗那種 油膏狀的人來說 會比較沒有那麼愛手 對 我覺得以後好像那個 就是 欸 就是要錄影的話 可以拿這個透明的 然後就不用用在真的 用在手上 雖然它有點會反光 就可以看到質地 好像一個不錯的 對 反正呢 反正呢 我那時候看這一組 我就覺得它裡面的東西 我都蠻喜歡 而且 就是品牌啦 或者是 想用的東西都 都還不錯 所以就覺得 這一盒比較好 而且比較小組 不會有 老實說之前 累積的東西 也都還蠻多的 然後呢 就想說 今年就買這一組 可能會比較 就是 比較 用得完 不會囤積那麼多 然後這個是 洗澡的 shower gel 它的味道我覺得 蠻清爽的 但是我覺得它比較適合夏天耶 不是那種 我怎麼覺得它有一點 讓我想到要吃香茅火鍋 哎呀 好想吃香茅火鍋 好想吃小火鍋 香港都沒有 對 這個 品牌基本上 我自己也超喜歡的 它都只有在那種 欸 飛機的 商務艙還是頭等艙之類的 因為我沒做過 然後呢 還有一些五星級的飯店 或者是 SPA飯店 對 就是用他們家的牌子 它是英國的牌子 很讚 只是亞洲沒有 大家就在 Beauty Expert買 或者是 Look Fantastic買 好 這個呢 就是 睡覺的 噴霧 然後 它有一點點肉 它的味道 它的味道我覺得 它的 我還是會用它啦 只是說 如果真的要比較 它 跟那個 NEOM的 那個牌子的話 我會覺得 NEOM的 不知道是我習慣還怎樣 我覺得它好像比較好聞 我再噴噴看 哎呦它好像有點包裝都會 對 它這個味道讓我覺得 讓我想到去看牙科耶 就有一點比較 比較 比較沒有精油感 沒有香味的感覺 好 然後這個第四個 打開看看 這個之前 好像Beauty Expert也有給過我 我都還沒用 其實 但我對它有影響 應該不是給過我啦 就是買過禮盒裡面也有 但是不一樣 上次好像是純蜜 這個是 睫毛膏 我來看看 這個應該是普通的吧 好少 不好意思還打個 好少化妝 先放在這裡 第五個是什麼 呦呼 CR的這個是 daily hair cream 所以是抹頭髮的 應該是 重點是 驗一下它的味道 他們家那個護髮霜啊 我拿來當 我拿來當那個什麼 拿來當 Rinse 超好聞的 就是洗完之後 你不小心聞到自己的頭髮 都會覺得 好香喔 味道是好聞的耶 啊 忘記用那個塑膠好了 可以抹頭髮的 對 現在立馬抹一下 它感覺很像青的乳液 哇 對這種護髮的東西我最喜歡 好第六個 嗯 NICE 面膜 他們面膜啊 就是那個什麼 我有 我自己是已經有在鋪 他的那個 什 什麼大補拳 十拳大補的那個嗎 結果他好小一個個 對 這個 面膜可以用用看 Discovery size 就是試用 試用裝 又是這一盒 該不 又是highlight耶 哈哈 看看是不是跟我之前的 禮盒顏色不一樣 好像是一樣的 欸不對我上次的好像是紅色 欸不是 不是紅色我在 是白色的 然後這個是 這個有點 珠光感 比較適合冬天喔 好 再來的話 第八 眼霜 這個牌子啊 有一個是北歐的牌子 他有一個有果酸的去角質 那個用完真的是驚為天人耶 就是 就是那個什麼 用完之後 你馬上可以感受到皮膚亮白 還是因為我臉上堆積太多 太革命了 髒東西了 所以整個 超厲害的 然後這個是眼霜 太多了 聞一下他的味道 蠻舒服的 他水水的 立馬 順便過敷一下 他水水的很好推 所以我剛剛有點 就是擠太多了 好 第九樣 這個盒子啊 拿起來之後可以跟 給小朋友玩 就是跟他們 放東西再連連讓他們燒 覺得蠻好玩的 這個也是 欸這個就是有一點類似那種 去角質的 的面膜 看一看 這個牌子沒看過 可是包裝好可愛 大家都知道我是外貌協會的啦 不過味道沒有什麼太 好聞的味道 就沒有味道 對去角質的 可能也是有韓果酸喔 是不是啊 沒有 喔他沒有香料的啦 所以就沒有什麼味道 五到十 覆五到十分鐘 OK 因為他都是 蠻大品的耶 所以我覺得真的蠻滑爽的 Balance Me 這個啊 也是那個什麼 也是英國的品牌 就是在那些BOODS啊 什麼都可以看到 然後也是那種 不寬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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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然的 就是 天然的 這個是 保濕 就是妝前保濕肉 太多這種類似的東西了 但是這個是比較天然的 然後 我覺得這種東西抹了有差呢 他 沒有什麼太 不是什麼厲害的味道 沒有香料的味道 但是 但是我覺得他 有差 因為我有另外一個牌子好像 This Works 就是 也是類似這個功能 只是他的功能 是還可以當面膜啊 當 乳液 然後他這個就是說 可以當 中淺霜這樣子 然後 像這種 我覺得 我一開始都很疑惑這種東西 但是後來就是 我之前就是拿那個 This Works的 就是當乳液 然後 抹完之後 再上妝 我就覺得 欸 有那個光澤度耶 真的是有差 好啦 我本來就是個很貼紙的人 沒有讓我試過 我是不會相信的 所以 我現在跟你們說 這個 有他的差異性 不然怎麼會發明出這種東西來呢 你們說是吧 如果他可以香一點 但是他有淡淡的香味 但是不明顯 反正用過 就是他沒有精油的味道 但是是 如果有用過天然護膚品 你可能就可以大概知道我在講什麼 就是他味道非常淡淡 然後可能我一下子就散開了 因為天然的護膚品都大概是這樣 好 這個呢 又是另外一個 沒看過的牌子 然後包裝很特別 對 我就是玩毛細胃 這是護手霜 然後 立馬來 看看有沒有 好聞 好聞才想 會喜歡用啊 嗯 他是好聞的耶 而且他不會很油膩膩的感覺 看看有沒有 因為 我也沒有擠很多啦 對啊不要擠太多 嗯 他味道蠻 沉穩的 不是那種鴨胖的 OK 也好聞 這個牌子 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了吧 耶 這個我自己有用過兩瓶 Overnite 這個是比較滋潤的喔 顏色好像不太一樣耶 我用的是淡染色 看一下 這個好像是滋潤一點 我用的那個是 白色的 然後 比較 怎麼說 看似清爽好推 但是其實蠻保濕的 這個其實也 比他在rich一點 比他在滋潤一點點 呃 質地厚重一點點的感覺 OK 好了 這一個真的蠻超級的 可以看 可以 有很多的東西 大家看 這個 這個 好多 這個真的超喜歡欸 这种东西就是买礼盒会送你就会想说用用看 不然平常的话自己好像没有冲冬会想买 然后这个眼霜 睫毛膏 洗脸的 这个 2468 开箱就先到这里咯 bye